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攝影師是 Suzuki Tazio 就是林夢大佬 我想應該大家可以猜得出來 為什麼我要在這個時間點突然介紹Suzuki Tazio 因為如果今天要拍 如果要照著我自己喜好的攝影師拍圈去的話 他其實不會拍在這麼前面 但當然其實他也是因為我已經follow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攝影師 那他在街拍的作品上面其實不論是在國外受到了 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很大的推崇 然後台灣我相信也很多人其實都知道他 我自己身邊很多好友就是在IG上都有follow他的IG賬號 如果有追蹤我個人的話都知道 所以一直在概念就是很想買X100V 這次X100V的那個相關介紹出來之後呢 我就每天修圖的時候都一邊在看 每一個那個X100V的影片 使用影片啊 Sample啊 你知道就是 就是想買你知道 人有時候就是有病就是想買 那就所以一直在看 那看一看一看就看到他這次有一系列找很多揭發攝影師 然後來分享X100的心得 那我就看到了 這次有一個影片是找了 找了Suzuki Tazo 當泰康的影片的時候啊 就是放這樣的影片日本人可以接受嗎 事實上是不行 果然就是在這幾天就是大量的那個日本所謂的炎上事件 就是讓那個富士官網也把那支影片給下架了 所以他網路上還是找不到 那種感覺 重點在於說就是 大家 我覺得對於一般人來說 呃 對於他那樣的拍攝形式 是不能夠接受的 我坦白講 其實我也不行 就是我覺得 呃 我很喜歡他的作品 但是 並不代表說 我有辦法去做那樣子的拍攝 我 如果他今天拍到我 我其實不會怎麼樣 因為我可以理解 因為對於那樣子的街拍風格的攝影師 他們要的就是 很親入式的 突然把相機遞到你眼前 他希望你那一瞬間的反應會是他要的 的確如果你 大量去翻譯他的作品 我覺得我們先不論他是怎麼樣去拍到這些照片的 你單純看他的作品 我覺得 你是可以看得出 他作品中非常有人的神明力跟 那種 靈魂的強度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其實我是很喜歡那種衝擊感的 呃 網路上在當然在這片驗上事件 發生之前其實網路上 其實也有一些 對於 呃 的討論 是可能很像神山大道什麼之類的 但 如果你今天很喜歡神山大道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神山大道拍攝的主題跟 其實差距蠻大的 他們唯一的共同點 可能都是有被 送到京區去過而已 然後 而 神山的作品比較 我覺得我自己 我自己喜歡神山大道的作品 比較多是著重在於他拍攝一些街頭上的細節 其實人物反而還好 當然會有些衝擊很強的照片 但是 他在捕捉一些 那些心宿啊 那些破敗街頭 一些殘 殘 殘 殘骸嗎 就是一些破敗的一些景象 呃 一些物件跟人物的混合 我覺得那個是 神山大道照片給我的 呃 感覺 那其實跟他只有不一樣 他 如果你要說他像誰的話 呃 我覺得以大家比較熟知的 我覺得他的作品會比較像 Bruce Gilden Bruce Gilden 如果有在做街拍攝影的人 應該都知道Bruce Gilden 因為他在Youtube上面有很有名的影片 就是 那個時期剛開始玩攝影的人 那個算是一個蠻衝擊性的影片 就是 影片中就是Bruce Gilden 他就一手拿閃燈 一手拿相機 然後在紐約街頭 在摩登街頭 看到一個人 把相機直接塞到人的臉上 然後就按下快門 當時看到 喔喔喔 大師都這樣拍照了嗎 好事實上 我拍到現在也從來沒有這樣拍攝過 就是 那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恐怖的一個行為 當然啦 他的照片 很多人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良極 有些人會覺得他 他就是要 他掌握到了一個 呃 大家措手不及 那種驚恐 他自己也表示 他希望大家有 驚訝的那種feedback 然後會看到人 因為當你在 驚嚇的時候 你的表情絕對不是做出來的 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表情 但是表情不會好看啦 就是 被拍到的人可能覺得 喔 你拍了一張溫愁的照片 就是也會引發一些問題 然後可能會有些人 會想告他或怎麼樣的 好 那 如果你今天看 Szuki Tazzo的照片 我覺得他跟 Buskilton的風格 會比較相似一點點 只是 一個他沒有用閃燈 Szuki Tazzo的話 我覺得 他在選圖的時候 我覺得他帶到環境 跟他周邊一些人物的 就是 搭配上 我更喜歡 Szuki Tazzo的照片 更多一點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 一般他都拍攝東京街頭 對那樣的街景跟那樣的環境 比較熟悉 所以有可能有比較多的 認同感吧 我知道 有點不一樣 但是比較接近喔 那如果你要跟Szuki Tazzo 比的話 當然是更接近 我覺得更接近Buskilton的那種感覺 總之他就是這樣一位攝影師 上網搜尋一下 你可以看到一些 關於Gitazzo的介紹 他40歲的時候轉好 他有一個40歲舞指 40歲的時候 就是 現在好像是46歲吧 就是 所以他 真正開始拍攝 頂多是五六年 我猜啦 頂多是五六年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受到全世界認同 我覺得那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我覺得他很清楚 他要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他很快的就找到了一個 規則吧 就是他攝影的規則 你看他的作品 我覺得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想要順便聊一下就是 關於街拍攝影這件事情 因為我相信這件事情一定會 引發一些網路上爭議 街頭攝影啊 到底該怎麼拍攝 這件事情 大概每一年 在各個論壇都會吵一輪 這個剛開始買相機的那一年 吵到現在 這個話題從來沒有停過 所以你今天說 我會不會講出一個結論 不可能 這個東西不會有結論 因為每一個人對這種事情的看法 都是不一樣的 我可以聊聊我的看法 但是 你會覺得 你如果說 跟你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那是正常的 因為每個人對這種事情的想法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需要去 你不需要去 覺得 我們要去爭辯出一個 結論 這是你不會有結論的 你只要 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想法 不要因為人云亦云 因為我講認真的 就是這個東西啊 每一個人的看法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看法就好了 你要找到一個你自己覺得符合你的價值觀 然後你覺得舒適的方式 你去拍照就好了 不用說 因為你喜歡的偶像是誰 像柏雯喜歡只是其他的手品 但是我直接明白跟你講說 我不可能去做這樣子的街拍拍攝 因為我很鬧 不是啦 就是因為 我不喜歡 我更不喜歡去冒犯到 我拍攝的對象 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是 都比較偏向是 會把人物當成是 這個城市裡面的點綴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覺得啦 那 我覺得這跟個性有關 我也不會說 我也不會說 我覺得SCPT他說這做法是不對的 我們先講 我們先就法律面來講 其實 一般來說 社會各立法律大致上差不多 就是你在公共場合 就是戶外 這種地方 你拍攝到 人臉 只要你沒有做商業行為 或者是你沒有刻意的去毀壞這個人名稱 譬如說 表情 然後你拍到他非常醜陋表情 然後你把它放出去 會造成他名聲下降 我記得是會有問題的 當然你不能把它拿去販售 你不能拿別人的銷牆去直接做販售 但如果你只是放在你個人的平台 一般來說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沒有商業行為 你只是做個人宣傳 放在IG 放在臉書 基本上是可以的 那當事人如果看到他過來跟你要求下架 我的建議是你就下架 不要造成太大的爭端 我覺得對攝影師來說是比較好的 也有很多攝影師他是很硬的 越跟他吵 就越不要下 那這個就 我們就可能要等到那個 可能也許就是真的要打官司 然後看一下 就是到底法官怎麼判定 但是大體上來說 你只要是在戶外公開場 拍攝一般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啊 如果是在私人空間 譬如說你是在 你在餐廳裡面 你在飯店裡面 你在地鐵站 你在地鐵就是 進到進到捷運裡面 地鐵裡面 那個時候拍攝就會有一點問題了 因為我不懂法律 這可能要問贏律師 所以 如果你會擔心的話 我會建議 當你進入私人空間之後啊 就是不要進去 就是你不要再做這種類型的節拍了 那會讓你找上一點麻煩 但是在戶外的話 一般還好啦 那到底要拍到什麼程度 到底怎麼樣程度是OK的 我覺得這是個人 個人自由行政 這個我沒有辦法幫大家做出 一個很好的結論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看看 那我覺得不用太強烈去批判 對方可不可以這麼做 如果你真的要講白了 我覺得就是看法律怎麼違反 那如果可以就可以 那剩下就是被涉者都不高興 所以 我也直接說就是 為什麼 只是跟他走這個事件 會在日本掀起一些波瀾 一個是因為 這一個影片 他是用來做富士的宣傳影片 然後他會跟企業的形象有關 那我必須坦白講 這樣子拍攝的頭髮 對於一般人來說是不太能夠接受的 對於攝影師可能OK 然後對於 對於有在做街拍攝影師都覺得 真的很強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就是 這是怎麼能夠在這麼快的瞬間 抓到這麼多很厲害的照片 但是 對於大眾來說 只會覺得就是一個變態 就是一個變態 不停的把三四大人 前面去拍攝一些 就是大家覺得不OK的照片 以企業來說 用了這樣子的影片 來當作宣傳 我覺得他的 一開始的思考點就是 他的目標族群可能會是在於 比較專業的節拍攝影師 但是啊 就是當你今天要把它當作 宣傳影片在使用的時候啊 你還是必須考慮到大眾的觀點 那一般人不會沒事去看 網路上那些街拍攝影師的影片 會看的就是我們這些人 就我們可能會去看 某一個喜歡攝影師 他剛好有一些 workshop 有些講座 然後有些影片 我們去看說他到底都在街上怎麼拍照 像Bruce Gilden 影片也是 那為什麼Bruce Gilden 這個名字會這麼紅 因為他有那個影片 然後呢 其實罵的人是比讚揚他人多 大家都覺得 就是一個混蛋你知道 就是 哪有人這樣在街上 對著你用閃燈直打 然後拍出一些很驚恐的表情 你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導致於說 就是我很早就認識Bruce Gilden 然後就是 不是因為他的作品 而是因為就是那個很爭議的影片 那我覺得 只是Kitazo的狀況也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這個影片 他是被放在相機宣傳的頁面上 他是用來宣傳這個相機的 你選擇的題材 就是你選擇之以他只有來做 做這個代言 本身就是風險很高的事情 所以也有一派的 我看我稍微滑一下 就是日本一起討論出來 也有蠻多的網友覺得說 日本就是富士是不是故意 故意去用這個影片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事情一定會演上 那你只要今天一演上 他的傳播速度就很快 就是所以知道這台相機的人 就會突然變得非常多 因為原本會看富士相機的人 可能就是一個小眾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了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都會搜尋 然後你就會不停的在網路上 關鍵字一直出現X100V 你要說這是負面形象嗎 我不知道 不過最終他們也是道歉了 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會不會演唱 我猜應該是還好啦 就是這個我覺得就是官方拿掉了 然後道歉應該就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真正在這麼做街拍的程式 其實也是蠻多的 那我覺得那就不是我們 特別要去討論的 不過不過講回來就是 我們先不論這件事件 最後怎麼延燒 或是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還是蠻推薦 就是吉他主要那位攝影師 就大家可以去follow 那我會把他的IG跟官網放在下面 他目前有推出了三本 就是他的小弄定的那種小的攝影集 作品其實都非常的厲害 我沒有買啦 我沒有買 但是我一直都有在follow他的IG 我覺得他在掌握這種 所謂的snapshot的功力上是非常厲害的 那他也好像用X100用的蠻長段的時間的 道德觀跟法律面的東西啊 我們就不討論太多 我們單純就這位攝影師 然後推薦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他也給了很多人希望吧 就是你可能40歲才開始玩攝影 那也可以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做得有聲有色 聽說他一天會拍兩千張照片 就是在街頭拍攝 我認為 我認為這種snapshot 他其實很大量的重點就是 你需要用很大量的照片去選出很精華的照片 很多剛開始做街拍攝影師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會找我聊天 會給我看一下他的照片 我覺得很多時候覺得照片沒有那麼好原因 都是因為拍的太少了 他可能出門之後拍了50張照片 他希望從裡面選出30張照片可以用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像是他這種拍攝方式啊 我覺得他一天拍兩千張照片 有三四張不錯就很厲害了 所以真正洗練的照片 其實他需要從很大量的照片中去 套選出來 以婚禮紀錄來說 像很有名的ban chrisman 他們一場婚禮會拍好像主攝附射 聽說他拍到1萬張照片過 那交件交50張 兩百分之一嘛 數學不太好 兩百分之一嘛 挑選啊 挑選照片 挑選照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現在數位相機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拍攝手法 跟過去用底片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你想想可能以前 連深深大都拍那麼多了 深深大都在 如果你有看過他的一些 直接訪談裡面 應該知道他其實拍照的數量非常非常龐大 就連當年的街拍攝影師用底片都拍這麼多了 那我覺得數位相機的優勢就是 你有更多的 記憶卡買128G上去按 出門拍兩千張不是太大的問題 你要怎麼樣去建立一套SOP 從拍攝到挑選照片 找到什麼東西可以代表自己之後 經過修圖把它呈現出來 關於這個話題 未來也希望能夠做一系列關於 可能攝影 然後解拍之類的一些系列影片 那那個時候 可能會針對這個話題再講更清楚一點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話題的話 Stay tuned 總之就這樣 那 這是很臨時啦 就是很臨時想要聊一下 聊一下這位攝影師 那 希望這個事情不要鬧得太嚴重 我猜應該也還好啦 但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拍照的時候啊 多顧慮一下 我是比較傾向於多顧慮一下被拍攝的人 我覺得兩種 一種就是你讓他知道 然後你不要造成他困擾 你不要把他拍得很醜 一種就是 你直接告訴他讓他知道 我會幫你拍照 然後聊聊天 然後用另外一種方式去拍攝出 那個人自然的一面 關於這個部分啊 就是我很想聊的就是葡萄小姐的作品 就是我覺得台灣有台灣在街頭攝影上 另外一位讓我很敬佩的街頭攝影師就是 我講過就是在上支支田影片裡 我講過就是我其實都很喜歡一些 我拍不出那樣照片的攝影師 那像葡萄小姐的作品就是我拍不出來的 他跟被射體的溝通方式 然後引導讓對方邀請到他家裡去 然後拍攝 那是一件也很厲害的事情 我覺得他厲害程度並不亞於 這支吉他走 對我而言那都是很棒的東西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每個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拍攝 沒有哪一種方式才是對的 好吧 那希望大家 節拍的時候都可以好好拍照 不要進行茶劇 下次見 Stay Tune